位在恆春上的五星級飯店 經過六次法拍之後 現在終於賣出 成交金額是1.9億元 這個位在恆春飯島上面的 五星級飯店 其實已經法拍了好多次 經過了六次的流標之後 現在以1.9億元來賣出 當地居民是相當的看好 但實際上他們認為 要來改建過後 真正的營業 對當地才會有幫助 開中就對這裡營業就有幫助了 根據了解 其實當初這一間五星級飯店 一剛開始蓋好的時候 房間數將近180間 其實是相當醒目的觀光地標 不過在2015年 他就已經轉手賣給了墾丁度假村 而接手之後 在2018年被迫歇業 當時還傳出 積欠了銀行上億元 不過經過了多次的流標之後 以1.9億元來全交 當地居民就希望 真正的可以帶動觀光